大家好 升旗易得渡 今天是2023年11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 香港時間的晚上 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各位 你在聽這條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你在聽這個節目 繼續是我們王牌時事經濟節目 升旗易得渡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r 這節繼續跟大家研究經濟的話題 這一節一半是經濟話題 一半 是叫做香港 的情懷 因為這個 是叫做海獅餅店 在某個程度上來說 成為了 對香港人來說是一份回憶 關於那部分 我們稍後再詳細探討 先說現在的情況 這個叫做海獅餅店 是有消息流出 這個身陷財困 的海獅集團的太子爺 的九龍的豪宅 也是叫做慘租打靶 是淪為這個銀主盤 這一節我們也想借個機會跟大家 去詳細討論這個 叫做喜喜樂樂的問題 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我們的舊頻道 大家記得 我們現在正在廣播的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大家記得按訂閱 我們還有一個後備的頻道 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按訂閱 請大家幫我們做一點點事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繼續廣播 方法非常之簡單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今天將會繼續有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今天我們選擇了中國大陸的抄家問題 跟大家詳細講解 敬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應該 對你的經濟負擔是有限的 希望各位訂閱Patreon支持 還有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我們本台仍然會按閃電鍵 請你安裝了 如果你又決定繼續掘的話 請按閃電鍵 先來看看 消息的內容 這個是 這個是近年 身陷 財困 困擾的海獅餅店 這個是 集團的創辦人 蕭氏家族 持有的物業 分別地相繼成為了 銀主盤 消息也透露 其中的海獅餅店 當中的太子爺叫做蕭廷峰 曾經持有 九龍塘的碧華花園 第六座中層單位 相關單位是一個 1600平方尺的單位 是一個豪宅來的 這樣 正在放售 成為了 被銀行打靶的 銀主盤 現在放盤 是2200萬 赤價大概是13000元 這個是 九龍塘的豪宅來的 所以 大家真的知道 樓宇 價格大跌 早前海獅餅店清盤 被揭露欠債最少達到 2400多萬 另外再加被入賓追討 1億2000萬 還有6個按揭物業 其實做生意 真的是風高浪高 整個市道 相當暢旺的時候 當然好像 是做很大的槓桿 但是 當 經濟正在收縮 連帶 香港最大的 價值是資產的泡沫 當資產泡沫爆破的時候 就會有大量的人 就算 那個經營 原本 是妥善也好 都會隨時 一夜之間做不住 其實海獅餅店 正正是這樣的情況 經濟暢旺的時候 可能生意 很正常運作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香港 有錢的人借錢 尤其是做生意 比起你一般人借錢 是容易很多的 因為 有所謂的現金流 所以一般 做生意的商人借錢 跟你去買樓做按揭 跟著要通過壓力測試 是不相同的概念 但是所謂的現金流 就是你做生意 你交出來的那盤數 所以做數不只是 不只是 要搞上市才需要做數 做生意 有現金收入 有這個叫做Income 其實你做出來的帳目 已經是能夠使得你 可以向銀行借錢 即使你那間根本還不是上市公司 我們在這個節目除了講經濟和時事 亦都跟大家講很多感樂 其中一個 一般 大眾 以及 做生意的商人 最大的分別 其中之一就是這裏 雖然現在 海思 你可以說 是爆了煲 失敗收場 但是原理是沒有錯的 理論上 商人做生意 不是靠自己 儲了100萬 拿100萬出來做生意 而是 槓桿了幾倍 由做小生意開始做起 小生意 很多人 賺了錢 其實一般大眾也是這樣 就是想盡辦法不要報稅 不報稅 所以 就交少一點 不要益政府 先把香港政府的問題放低 我們說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正常的地方也是一樣 那 好像是節省了錢 但是 盤帳做不大 盤帳做不大其實很難擴充業務 因為 你 平時擴充業務 別人做生意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銀行借錢給你做 當然了銀行借錢給你做生意 不代表你一定成功 現在這個 凱斯的例子就是正正 是失敗 你看到 他幾個物業是用來 按了給銀行的 但是 不是純粹是買樓的那個按揭 是說你持有的物業 本身銀行 是用它做抵押 再把其他 做生意的資金借給你 就是說他的槓桿比一般人大很多 這個就是做生意的優勢 但是如果你理財不善 資金出現爆破 可能槓桿 放得太大 就會出現了 一次 爆煲 而這個爆煲更加 是一夜之間來落 其中一個海斯爆煲的原因跟三年的疫情有關係 本身三年的疫情 不讓人上街 不讓人 去商場 不讓人出街 去商場要搞防疫 不讓人吃 已經使得 原本 就是在槓桿邊緣 的很多生意人 陷入財困 因為現金流不足 原本 銀行借了很多錢給你做生意 但是銀行就是這樣 就是當你 現金流收縮的時候 他會第一時間向你召喚 所以有些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真的好像不做生意 好過做生意 做生意 正在 在槓桿邊緣的時候 好像是賺大錢 買了很多物業 但是當 經濟畢竟的時候 一次性收縮 然後 就是整檔 生意 還有連接你買的那些所謂物業 是全部一起抹頂的 我們看到香港 在三年防疫有大量的人抹頂 有很多 曾經 是以氣風發的 當自己 是正在做大亨 你看看這個叫波叔的兒子 波叔整個家族 在這三年疫情 接近完全抹頂 原因也是在這裏 所以是海獅餅店 海獅餅店就是見證著這個時代終結 除了時代革命終結之外 你見證著香港 這些 也是 嚴格來說是實業來的 即是不是 是做莊家 做金融騙局 不是炒炒賣賣 做實業的人 亦有很多人做不住 海獅餅店也是見證著這個時代的起起跌跌 我們也看到很多這樣的案件 即是很多 家族報稱 對外經常 宣稱 什麼家族 有時 幸福還有大富大貴 真的不是必然 很多時候 人在拼命掙扎 想改變自己原本的命運 但是到最終可能 是經過了很多年 經過了很多嘗試 以為會成功 到最後可能 又是叫做一次就沒頂 這些通通 全部有可能會發生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了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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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